对于普通公众而言 叶简明这个名字应该是相当的陌生 因为叶简明为人十分低调 甚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但在野界 今年41岁的他颇有传奇色彩 2002年创立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主营能源与金融 2009年 在上海设立中国华信总部 2013年 在捷克设立中国华信欧洲总部 华信第二总部 2017年7月 华信连续第四年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网单 并以437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第222位 较上年上升7位 目前 上海有8家财富500强公司 华信是唯一的民企 2017年9月 全球资源贸易巨头顺势加能克公告 将其与塔塔尔主权基金共同持有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14.16%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 交易对价约91亿美元 华信一跃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政府和BPE的俄流第三大股东 可以主营能源与金融 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第三大股东 在中共治下的奇葩大地上 没有官方背景应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 被起诉的吴小辉的后台不仅有红二代家族 还有江派人马 其主营的也不过是保险业 而低调的叶简明主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能源和金融 背后强大的后台更为神秘 吴小辉在叶简明面前都矮了三分 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 两会即将召开之际 叶简明谜团正在浮出水面 而其被调查的消息 被有习振营背景的财新网报道 应该是一由所致 财新网文章开篇集点出 叶简明给奇迹恒生的中国商界制造的一个巨大的谜团 即将到了接底时刻 文章透露叶简明习惯把自己的影子藏得严严实实 他的来历和华信真实业务状态在内部也显得模糊 他的管理是切割式的 其他板块永远对你保持神秘 这样就不会出现信息上的串通 而他公开的形象是实业家 慈善家 这个实业家在公开活动中 总是跟外国政界要人走在一起 他的合名者有以色列总统佩雷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扎德总统代比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等 他还受到过阿布扎比王储 保加利亚总理 缅甸昂山素季的基建 2015年4月 他获聘担任杰克总统责满的对华经济 外交与投资事务顾问 显然 一个单纯实业家的身份 不会让他受到如此多的世界重要的青睐 而更多的是在于 他在能源和金融领域背后拥有的 强有力的靠山 那么 叶简明的靠山究竟是谁 他曾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所说 他正是厦门华航石油公司的买家 并以此为起点建立了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进入了石油行业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厦门华航石油的母公司 福建省厦门轮船总公司 涉入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大案 而比10年仅29岁的叶简明 究竟凭借什么拍下了厦门华航石油公司 从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无法得知 不过 大家都知道 厦门远华案的主角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 背后的靠山 其中一个是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一个是江泽民的大米贾庭安 而将为了保证两个亲信 下令院华案查到公安部副部机关员就戛然而止 叶简明能在分乱中 在中共高官纷纷避失的情况下 拍下一家颇有发展前景的公司 而且随后发展迅速 恰恰说明其背后的指点者 已指晓自己在下怎样的一盘棋 迅速发展的华信公司 与其他民营企业明显不同的是 其获得了民旗少见的中国冠名 其最高管理层董事局的执行董事们早期被称为常委 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服从于五个统一 统一领导 统一防律 统一号令 统一行动 统一步调 此外 公司内政党委和纪委 有曾有过军职的退休官员丹刚 如2012年武警上海总队前副政委 武警上海政治学院前院长蒋春宇丹院公司党委书记 不仅如此 早在2011年遥遥欲坠之时 华信就成立了两个基金会 在上海成立华信公益基金会 由前一年刚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前政委 李光金担任执行理事长 王洪源担任常务理事 而王洪源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负责财务营后建设的前副局长 在香港成立中华能源基金会 聘请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任秘书长 而这个担任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的何志平 已于2017年11月在美国纽约被逮捕 其被控代表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向非洲高层巨额行贿 而这家能源公司就是叶简明的华信公司 叶也是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主席 总是跟外国政界要人走在一起 贿赂非洲高层 公司有军方背景人员任职 业务涉及能源金融等与国家经济命脉息相关的领域 享有特权等等 正说明叶简明的背后不简单 而他作为为军方展台的白手套 这个角色已不难定位 还可以佐证叶简明具有军方背景 他曾在2003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副秘书长 而该联络会与中共军队总政治部队外联络不存在关联 这是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分析师迈克尔 克尔2015年透露的 克尔还称 在台北101大楼的21楼 有一间办公室属于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 该基金会正是华信公司的子公司 其声称与包括多所中国大学、国家汉版、石油公司、兰德公司、加拿大书密院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均有合作关系 2012年 华信还在香港注册中国文化院 在大陆台湾组织了系列文化活动 这应该是中共对外统战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在2016年底香港政界筹备特首选举期间 宣布参选的叶刘淑仪先头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又立邀叶简明成为该协会的特别顾问 随后又邀请叶简明担任其政治顾问 逼时香港城堡披露 在这次特首选举筹备过程中 江派大员 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玉中连板 曾考虑将叶刘淑仪捧作梁振英的后背 叶简明听从了谁的指令 立行叶刘淑仪 游走在商界 政界 文化界的叶简明 似乎在构建一个许多人看不懂的巨大的关系网 财新网文章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就是 他打的是替换牌 拿国内的资源去撬动海外 又拿海外的故事在国内说话 国内也搞不明白 将此神秘化 而其神秘化应该说更是为了掩盖其背后的靠山 网上曾有文章 指叶简明的做派很像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人 因为有些军人特有的痕迹是无法彻底消除的 比如自然坐下时两手摆放的位置 基于上述表象 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大胆的推理 那就是在厦门远华案后 军方总政治部精心挑选了叶简明作为站在前台的白手套 其任务不仅是赚取经济上的利润 而且更重要的是以此结交世界政要 用利益收买他国核心人物 并在全球实行统战 资料显示 厦门远华案曝光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是 于永波一路高升正式仰赖江泽民的提拔 其后 于永波将徐才后提拔到总政治部 担任主任助理 兼解放军报社社长的位置上 并按住将利用邓小平废掉了杨上昆兄弟的兵权 至于继任徐才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继奈仍是江的马仔 其对徐是马首是瞻 能够被一窝江家人马选中的叶简明 到底在为谁效力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今 在中共释放国家主席任期修改 三中全会落幕 两会马上召开的节点 曾推出几十篇曝光吴小辉的文章的财新网 再度重磅起底叶简明 针对的极有可能是其背后军方某些退役 但按住兴风作浪的高级将领 这说明困扰中南海的暗流仍在涌动 十九大后将有更凶险的高层博弈 中国民众不妨拭目以待 财新网爆料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 而华信能源资本雄厚 背景神秘 叶被执军方权贵的白手套 北京时间3月1日 被指中纪委反腐风向标的财新网 判发万字文 报道了叶简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的消息 并起底叶简明背后复杂的政商关系网 但报道发出后很快被删 财新网报道称 叶简明为人低调 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他曾表示 隐藏自己不是白架子 而是太多省长 省委书记想见他 报道披露 叶简明在造福过程中 曾获得来自官方军方的大力帮助 王三运在安徽甘肃两地任职落马时 叶简明曾被请去说明情况 早在2011年 叶简明的合作伙伴就拜访过 时任安徽省长的王三运 而为叶简明合作伙伴 与王三运牵线的 是曾任上海警备区政委的李光金 叶简明的发家过程 与李光金的试图联系紧密 2011年 李光金曾出任华信能源旗下 华信公益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 报道还披露 叶简明经中共军委办公厅管理局 原副局长王洪源搭桥 跟中共央起珠海阵容公司 杨庆龙建立联系 杨庆龙创建的珠海阵容公司 是伊朗原油的全球最大买家 运作一批将军成为 叶简明企业的顾问团 2012年 叶简明在企业筹建党委 由退休的武警上海总队 原副政委蒋春于担任党委书记 据公开资料介绍 华信能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 成立于1980年 2015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 第229位 2002年 年仅25岁的叶简明出任公司董事长 并担任至今 华信能源自称集体制民企 但背景诡异 其主营业务是与 中石化等中共国有能源巨头 和多个国家之间买卖石油 而民营公司并没有在中国 直接销售石油的权利 因此 有媒体怀疑 华信能源可能是 中共国有能源企业的影子公司 去年11月 香港影星胡会中丈夫 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 何志平遭美国政府拘捕 何志平被指涉嫌帮助 华信能源在非洲取得石油利益 向乌干达和乍德两国政府高层行贿高达300万美元 与何志平关系密切的前香港官员陈云在脸书称 何志平为国牺牲 曾有传言称 叶简明和一顾中共元帅叶简英有关系 但叶简明在《财富》杂志的采访中称 自己不是叶简英家人 而是原中共海军总司令叶飞之孙 但也有陆媒报道 叶简明原名叶简明 父亲叶柳春只是福建一名跑船 出身寒威 直到2013年 叶简明宣巨资休弃叶家祠堂 其亲属才知道叶家出了富豪 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引述消息称 叶简明只是军方白手套 与军方和中共统战部门都有联系 而从华信能源发展的规模来看 其背后或不止几个中层军官 而很可能与军火龙头保力集团一样 是高层红色权贵的利益代表 近年来 叶简明在海内外频频大手笔收购资产 几乎涉及金融界各个领域 还在香港设有专门智库 宣传中共主权和统一台湾等 叶简明还被指 与香港的中共对台统战情报部门有关联 华信能源发家于上海 而上海是江泽民政治老巢 曾庆红把持香港多年 也曾是中共总特务投资 另外 曾庆红和周永康都起家于中共石油系统 曾是中共官场石油帮的先后两任帮主 2月23日 民企巨头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 吴小辉被宣布提起公诉 安邦也被当局全面接管 安邦被指曾庆红家族白手套之一 曾参与制造2015年大股灾 在去年和财新网的口水战中 安邦曾公开校镇财新背后的领导 被指意图于死网破 挑战王岐山 28日 曾被揭示安邦实际控制人的陈小鲁 突然急性大面积心机梗死 外界猜测 北京当局整肃安邦帝国 没收安邦资产 陈小鲁之死或与此有关 近两年来 当局重手整顿金融市场 利弊金融危机 而一些红色资本依然逆势而动 大局海外并购 并操控资本游戏大肆敛财 累积金融风险 外界认为 习近平动刀安邦 或为杀西景侯 继吴小辉之后 陈小鲁猝死 叶简明被抓 或显示当局将大局整肃红色资本 此外 本届中共两会 多名连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多年的红色后代今年却落选 一度引起关注 外界分析 红色权贵虽然掌握实权的不多 却是中共利益的核心代表 在政坛影响力巨大 对习近平执政造成干扰 港媒曾披露 在当局反腐中 红后代们为了保住自身特权和财富 成立各种政治性质的民间团体 公开主办活动 并邀党政大员站台 意图发生影响北京决策 但很多成立社团和开展活动的申请 都被民政局压下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元 华信一月成为仅次于 俄罗斯政府和BPE的俄流第三大股东 可以主营能源与金融 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第三大股东 在中共治下的奇葩大地上 没有官方背景 应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 被起诉的吴小辉的后台不仅有红二代家族 还有交派人马 其主营的也不过是保险业 而低调的叶简明主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能源和金融 背后强大的后台更为神秘 吴小辉在叶简明面前都挨了三分 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 两会即将召开之际 叶简明谜团正在浮出水面 而其被调查的消息 被有习振营背景的财新网报道 应该是一由所致 财新网文章开篇及电出 叶简明给习近恒生的中国商界制造的一个巨大的谜团 即将到了接底时刻 文章透露叶简明习惯把自己的事 其获得了民旗少见的中国冠名 其最高管理层董事局的执行董事们早期被称为常委 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服从于五个统一 统一领导 统一防律 统一号令 统一行动 统一步调 此外 公司内政党委和纪委 有曾有过军职的退休官员丹刚 如2012年武警上海总队前副政委 武警上海政治学院前院长蒋春宇丹院公司党委书记 不仅如此 早在2011年遥遥欲坠之时 华信就成立了两个基金会 在上海成立华信公益基金会 由前一年刚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前政委 李光金担任执行理事长 王洪源担任常务理事 而王洪源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负责财务营后建设的前副局长 在香港成立中华能源基金会 聘请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和置评任秘书长 而这个单任相的影子藏得严严实实 他的来历和华信真实业务状态在内部也显得模糊 他的管理是切割式的 其他板块永远对你保持神秘 这样就不会出现信息上的串通 而他公开的形象是实业家 慈善家 这个实业家在公开活动中 总是跟外国政界要人走在一起 他的合名者有以色列总统佩雷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扎德总统代比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等 他还受到过阿布扎比王储 保加利亚总理 缅甸昂山素季的基建 2015年4月 他获聘担任杰克总统责满的对华经济 外交与投资事务顾问 显然 一个单纯实业家的身份 不会让他受到如此多的世界重要的青睐 而更多的是在于 他在能源和金融领域背后拥有的 强有力的靠山 那么 叶简明的靠山究竟是谁 他曾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所说 他正是厦门华航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 叶简明这个名字应该是相当的陌生 因为叶简明为人十分低调 甚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但在野界 今年41岁的他颇有传奇色彩 2002年创立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主营能源与金融 2009年 在上海设立中国华信总部 2013年 在捷克设立中国华信欧洲总部 华信第二总部 2017年7月 华信连续第四年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网单 并以437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第222位 较上年上升7位 目前上海有8家财富500强公司 华信是唯一的民企 2017年9月 全球资源贸易巨头论市加能克公告 将其与塔塔尔主权基金共同持有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14.16%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交易对价约91亿石油公司的买家 并以此为起点建立了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进入了石油行业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厦门华航石油的母公司福建省厦门轮船总公司 涉入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大案 而比十年仅29岁的叶剑民究竟凭借什么拍下了厦门华航石油公司 从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无法得知 不过 大家都知道 厦门远华案的主角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兴 背后的靠山 其中一个是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一个是江泽民的大米贾庭安 而将为了保这两个亲信 下令院华案查到公安部副部机关员就戛然而止 叶剑民能在分乱中 在中共高官纷纷避之的情况下 拍下一家颇有发展前景的公司 而且随后发展迅速 恰恰说明其背后的指点者已知晓自己在下怎样的一盘棋 迅速发展的华信公司 与其他民营企业明显不同